赵经理 新办公室 你好像不太满意我帮你安排的办公室啊 脸这么臭 他采光不错啊 Viu也很棒 你明明知道我想要离职 为什么还要故意批评我啊 你到底想要怎么样啊 你大生那一年就来远程实习 刚好分辨到我老姐旁边做事 不出几年你成为她最信赖的助手 但是我怎么想都想不到 为什么你到现在就只是一个 助手 为什么 你太不了解执行长对我的恩情了 恩情也好 同情也罢 这女魔头那边没有的 在我这里 全部授权 对了 明天下午 经济周端会给我专访 到时候你也要入境 打扮一下吧 为什么 为什么 我跟女魔头最大的差别就是 我不要让你成为五元英雄 我要让所有人知道 你是我张少龙最重视的功臣 你还有信心理念吗 拿给你看 神职礼物 那时候我第一眼看到这个娃娃的时候 跟你真的好像 我许你太硬了 有时候你可以像这个羊头娃娃一样 事实释放你内心的狂野 你什么意思啊 收下你就会知道 不谢谢我啊 谢谢张总 乖啊 跟你太像了 尤其是喝完酒之后 我喝完酒关你什么事啊 你羊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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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麼樣子解放的內心要狂演啊